你就是哪儿都通那个选手 冯宝宝是吧 住手 老师姐 别打了 内户人到现在都身份不明 他们拷问我你爷爷张怀仪的下落 我确实不知 可他们不信 于是 就伤了我的经脉 毁了我的四肢 如今我已经是废人一个 钱师爷 原来你是因为我爷爷 丑兰啊 我跟你说这些不是为了向你诉论 受伤之后 那些打拳踢腿的功夫 我确实练不了 这就反而让我心无旁骛地从进攻入手 这些年来我静静的功夫是大有长进 我也听说了 你在山上这几十年 一觉都没睡过 气满不思食 神满不思睡嘛 现在我是神丰弃足 再不够睡觉来养生了 天师爷 你还真想着看 孩子 这些年你在外面 不知道是怎么过的 不知道是怎么过的 但是我知道一定不容易 你爷爷他自然知道 回到山上师父就可以庇护他 可是他没有 他把祸及尸门 所以宁可在外面一辈子东躲西藏 这些年来 我和志伟兄 从来没有痛快过你的爷爷张怀仪 师爷 唯一的孙子也就是我们二人的孙子 卓兰 这个大会不管结果如何 天师父就是你的家 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妞 里边跟张蠢来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 你就是哪都通那个选手 冯宝宝是吧 住住 二姐 别打了 宝宝 二姐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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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也不想到你 没事吧 二姐 我知道 会有的 你也会有的 我会帮你找回来 嗯